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Luna 你可以叫我阿比丘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什么奇迹即将到来 你们可以选8265 或者把左手放在牌上面去感受一下牌的能量 如果你们需要点时间可以按一下暂停 如果想要有一个详细的私人占卜 可以到我的网店浏览 或者想要看额外的占卜影片 可以加入我的小月亮会员 那我就先从8号开始看起咯 好 选8号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奇迹即将到来 我是看到你们戳到go the distance 就基本上讲说就是你们近期应该是会想要尝试一些 你们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我是看到你们愿意去冒险愿意去探讨 愿意去放付出更多的努力 或者去尝试一些你从来没有尝试的新事物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近期想要尝试什么 好 灵魂伴侣 这个是跟爱情有关 所以如果你们是单身的话 近期你们就想要去谈恋爱 或者去找一个找寻你们的灵魂伴侣 如果你们有另外一半的话 这张牌卡是讲说就是你们愿意就是 在感情当中付出更多 然后想要努力去经营你们的感情 所以我是看到就是你们的感情 近期看起来是蛮不错的 如果你们想要脱单的话 你们近期应该可以脱单 因为你们会去跟不一样的人谈恋爱 或者就是不会那么的约束你自己 或者框架你们自己 你们愿意走出去去尝试一些 你们没有尝试过的新恋情 新的人 好我们来看一下咯 好这是我看到的 因为你们就 你们 你们回 你们想象就是你们的过去 然后你们就觉得就是好像 不好的人事物 你们想要放下它 你们想要清理一下 对你们来说没有帮助的人事物 所以你们决定就是去大胆去尝试一些 你们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咯 这是我看到的 你们近期可能也是属于就是想要清理一下 你们的这些前任或者以前案例的对象 然后你们想要在你们的感情当中 重新出发重新开始 当然这张牌卡也可以象征着就是 在感情当中 如果你们有另外一版的话 这张牌卡可以象征着 你们愿意就是放下过去 不好的误会或者就是以前的争吵 你们愿意放下 然后就是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 这是我看到的 我是看到在感情当中呢 如果你们有另外一版的话 你们会试着讲出彼此心里话 你们会试着讲出心中的真实的一些话 给你们的另外一半听 当然我是看到如果你们是单身的话 这张牌卡是讲说就是 你们愿意去诚实的面对自己 然后你们寻找另外一半的时候 你们不会想要就是做你们不是的人 你们反而就是比较愿意就是去让你们的 新的对象看到你们真实的自己 你们愿意表达就是你们真正的自己是谁 而不是想要去隐藏或者戴着一个面具 因为你们觉得坦诚真实真相 你们愿意去在感情当中愿意让人家看到最真实的你们 好我是看到这张牌卡可以代表就是在感情当中 你们先要去寻找一个新的感情 因此你们就会遇到一个新的对象 会展开一个新的生活 当然这张牌卡可以代表就是 如果你们有另外一半的话 你们会愿意跟你们的另外一半展开一个新的生活 这张牌卡阴阳就代表就是这是一个平衡的关系 所以也不会讲说有一方会付出太多或者心里有点不太平衡 我是看到就是不管是你们你的感情当中 你们是属于就是想要就是互相付出 互相给予互相彼此相爱 这是我看到的 所以看起来是蛮不错的 暴风雨就代表就是很有可能你们之前的感情有点不太顺利 或者你有另外一半的话曾经可能有一些小争执 或者曾经吵过架 可是我是看到未来你们的奇迹就是呢 你们的感情上面会发生一些奇迹 这是我看到的 什么样的争执 什么样的分争 分争 还有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暴风雨即将会过去 还有我是看到就是感情会越来越好 好你们抽到喉轮了 刚才你有抽到就是把真相讲出来 所以基本上是讲说就是你们在感情当中比较 应该是讲说在沟通上面你们会有大幅度的进步 所以你们会讲出你们心里话 你们懂得怎么在感情当中怎么跟你们另外一半沟通 我是看到就是在沟通上面你们会放很多的努力 然后我是看到有一个和谐的一个沟通 有什么样的误会透过你们的沟通 你们会解决会和解 所以我是看到喉轮是看起来是蛮不错的排卡 我是看到就是你们在近期呢 你们的奇迹就是因为你们讲的话跟你们的行动是一样的 所以你们说出去的话基本上会实现 这是我看到的 因为你们是一个守信用的人 这是我看到 所以我是看到你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蛮不错的事情 是因为别人看到你是有承诺的 你是守信用的 你说出去的话你真的会去做 你真的会去实行 所以我是看到在感情当中也会帮助你们 我是看到你们在近期可能对你们身边的人 是有更多的耐心 这是我看到的 所以这看起来蛮不错啊 我是看到就是在心境上的变化 还有就是在感情上的变化 近期我是看到就是呢 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 然后我是看到就是 这些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 可是这些状况会激发你的 激发你去 就是在教会你们怎么处理你们的人事物 在提供你们一些解决方案 所以我是看到 不管你们近期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你们会花时间去考虑一下 你们有什么样的选择 因为你们有更多的耐心 所以我是看到就是你们会 呃 比较 比较懂得怎么 思考 思考了再做出一些行动 反而这对你们非常有利 因为你们停下脚步去仔细的去看一下 你不一样的选择 所以我是看到你会为自己 带来一个蛮有创意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是看到你们在近期的解决 东西的能力非常高 所以如果你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你们应该是有办法去好好解决 这张牌卡尤其是关于就是 伤害你的人或者你伤害别人 这是我看到 有什么就是不开心的事情 你们有办法去化解掉 或者就是呃 如果以前有人伤害你的话 我是看到你们会 你们会花时间去痊愈 然后你们会原谅自己 你们也会原谅 别人 这是我看到的 所以我是看到就是 呃 有什么样的伤痛 有什么样的悲伤 我是看到在近期你们的奇迹 就是呢 你们在心境上面会有极大的转变 这是我看到的 会比较 PC点 比较平和一点 这是我看到 还有你们近期 近期因为你们就是很会处理 你们的人际关系 因为你们属于就是啊 有什么东西可以慢慢说 慢慢慢慢就是呃 慢慢谈 然后尽可能的就是和解 这是我看到的 所以你们的协商能力 其实是蛮高的 和解能力也是 其实是蛮高的 所以我是看到会有一笔钱进来 一笔新的钱进来 或者一个 一个合约或者一个 一个文件 这是我看到 或者一个 生意 生意点子 或者有一个丰富的东西即将进来 所以我是看到一个新的东西 虽然这笔钱 应该看起来不是说很多 可是问题是它 它是建在 它就是 它是 它是来自于就是呢 你的 你好好的处理你人际关系而得来的一个礼物 所以我是看到 近期你们的奇迹是来自于你们会有开心的结果 会有一个新的点子 你们会成功的 你们会对于自己越来越自信 然后最后一张牌是 我是看到 我是看到就是你们在你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和选项 然后你们感情也会越变越好 如果你们单身的话 你们近期可能会脱单 因为我是看到你们有一些行动 你去找寻就是你们的另外一半 我也是看到你们近期的 你们近期的奇迹也是来自于就是你们的身体健康看起来蛮不错的 然后你们懂得怎么做决定 然后你们会为你们自己的生活做出最明智的决定 好我希望这个账卜有回应到你们的问题咯 如果你们想要有一个更详细的私人账卜 你们可以到我的网店浏览 如果想要看额外的账卜影片呢 你们可以加入我的小月亮会员 那我们就接着看二号的朋友们咯 好选二号的朋友们 你们近期有什么奇迹即将到来呢 我是看到就是你们会看清楚一些事情的状况 你们会发现到一些人数根本都不是适合你的 你们会看清楚然后去去接受就是 这些东西或许这些人可能就是不适合我 然后你们会放下你们会走开 因为你们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呢 不适合你的东西或者不应该是你的东西呢 如果你们不学会放下走开的话 这是一个无止境的一个黑洞 你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完结的一个故事 这个东西一直不断不断的一些出现一些问题一些状况 所以你们意识到有些事情 不管是可以讲说是一些人或者一些事情 或者有一些东西这是我看到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 你们觉得不适合你们的 你们会开始去正视它 不然你们会发现到就是 你们一直逼迫你自己去做不适合你们的东西 或者接近一些不适合你们的人 这个东西是无止境的 所以你们意识到这一点 对啊这张牌卡就是未完结的一个音乐片 基本上就是你们的这个东西就像循环这样子 一直不断的重复重复重复 而这会已经影响到你们的思绪 还有就是你们的心情 所以你们决定放下走开 然后你们放下走开 你们第一步就是你们想要先去休息 想要去休息 然后去睡你们的午觉或者睡睡觉去休息 因为你们有点累了 你们意识到这样子下去也不是办法 然后当你们休息的时候 或者你们有些人会去打坐 我是看到你们会 你们会就是 会跟你们的高我会有一些联系 就是我看到你们的高我会指引你们 带领你们走向一个适合你们的方向 其实你们意识到就是 如果你们一直在这个不适合你们的东西啊 根本都不 不可以强求的一件事情啊 你们觉得就是可能别人约束了你们 或者实际上是你们约束你们自己 所以你们想要释放 我是看到就是你的高我是想要指引你们啊 这是我看到的 你们的高我想要告诉你就是 其实是有另外条路你们可以选择的 如果在问人际关系的话 这张牌卡是想要告诉你就是 你们身边其实是有适合你们的社 有适合你们的人群 有适合你们的人 有适合你们的朋友 有适合 可以 你们可以找到一个跟你们有同样道德理念的一群人 所以不一定就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群人 你们有你们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社区和一个 一个人群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组织 我是看到你们即将会放下就是你们对于很多事情的不安全感 还有就是你们的恐惧 我是看到就是你们会接受就是 因为我是看到你们身边的人事物已经造成了 之前造成了你们心中的一些恐惧害怕和担忧 所以我是看到就是你们会学会怎么放下你们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能量 然后去去接近就是想要为你好 想要看到你成功的一些人 这是我看到的 这张牌卡事情要告诉你就是呢 你们其实是很有创意的 你们直觉其实是很强的 当然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农历的这个日历 初一十五通常初一就代表新的月亮 十五就代表月圆了 所以我是看到就是呢 初一十五的时候你们可以去研究一下你们的情绪感受 可能你们在初一十五的时候 你们的情绪波动会比较强一点 然后在初一十五你们也会比较敏感 所以在初一十五也可以带给你们一些创意 一些点滞一些 可以好好倾听一下你自己的知觉 这是我看到的 权权八 权权八是代表就是当你们放下 这是我看到你们的奇迹就会来 你们的耽搁也会 你们你们一直在等待我一个东西 你们的等待已经 我是看到你们已经不需要等待了 我是看到你们会往前走 然后我是看到很多东西 很多好的奇迹即将会进来 很多好的人事物即将进来 因为你们放下了 然后我是看到就是你们会 你们会非常的忙碌 你们会专注于你们 你们的眼前所要 所要处理的东西 然后你们会好好的就是让事情 好好的去做你们的东西 然后你们答应别人的东西 你们会去做 我是看到的 人家也会意识到就是 你是一个蛮 蛮善良的 然后你对于你的 你的项目其实是很专注的 你们 你们 在你们想要放下之前 你们会有一个想法就是 如果我放下的话 就代表就是我会失去一个机会 在你们放下之前 在你们走开之前 你们会觉得你们好像 失去了一个人事物 你们会觉得你们 失去了一个机会 或者你们会很不满足 你们会很闷 可是如果你去打开你的眼睛 去看一下不一样的可能性 当你们跨出去的那一步的时候 你们的奇迹就会到来 就是你们的生活当中 会有一些变化 不只是在金钱上面 我是看到你们会非常忙碌 这是我看到的 你们也遇到就是一些 适合你们的人群 支持你们的人 可以跟你们 讲着同样语言的一群人 有同样兴趣爱好 然后他们不会去批判你 他们反而是跟你 有一样想法的一群人 我是这样讲 那个奇迹 当你们跨出去那一步之前 你们会觉得就是 你们不相信就是你们的人生当中 会有一些好转 你们会看不到就是一些正面的一些人事物 你们会一直看过去 你们会看到就是你们倒掉的圣杯 就是这些东西是已经不能回来了 或者就是这个机会已经流失掉了 可是你们一直在哭或者一直在难过 一直在失望就是你们得不到的 你们会先经历这一点 然后当你们觉得就是 其实或许就是这群人真的不适合我 这群这个事物根本都不适合我 当你们开始走开的时候 我是看到奇迹就会进来 我是看到就是你们会经历一个过程 会讲说就是你们会觉得就是失去了 你们会觉得就是这些东西是你们失去的东西 可是你们如果走开的话 你们会得到更多 我是看到就是你们 刚开始你们会想要放弃 可是我是看到就是 你们的想法会发生一些变化 你们觉得我放弃 我为什么要放弃 然后你们会开始站起来 去保护你们所拥有的 你们想要创造更多 当你们有这个勇气去站起来的时候 相信你自己的时候 你的奇迹就会到来 好我希望这个占卜有回应到你们的问题 我在这里祝你们身体健康 如果想要有一个详细的私人占卜 可以到我的网店 还有就是呢 想要看额外的影片 可以加入我的小月亮会员 那就先这样子咯 OK拜拜 好六号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呢 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奇迹即将到来 你们抽到了机缘巧合 天使地理轮和 你们抽到四野草的牌 四野草在雷诺文其实是代表一个非常好的运势 所以你们的奇迹真的会到来 可是你们的这个 这个天使地理轮和 会来的快去的也快 所以你们要懂得怎么抓紧机会哦 这个奇迹来的快去的也快 如果你们懂得抓紧就是你们的奇迹的话 啊那你们就可以从中得利 可是如果你们就是 在等待或者就是机会来了 你们还是让这个机会流失的话 那就需要留意了 好我是看到就是这个天使地理轮和 有什么样的奇迹即将会出现呢 我是看到就是呢 你们的想象力 你们之前一直想象 某一个生活 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事物啊 这个东西你的梦想即将会成真 所以你们的想象力会 你们自己想象的东西会变成现实 这个你讲说就是什么样的想象力啊 就是你一直在不断的重复在想着同样的一个东西 你们已经是梦你们已经梦你们这个做梦啊 你们这个梦想已经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一直不断的做重复的梦 你们有些人啊有些啦不是讲明一个啦 你们有些人啊就是想要追求这个梦想 已经追求到那个你们做梦都想让它实现 你们的梦境你们做梦睡觉的时候做梦都梦到就是你们会得到这个东西 因为你们真的非常想要实现你们的梦想 这是少部分的你们可是 我是看到你们大部分的人啊 你们想象的梦想即将会成真 就是啊 Here and now 就代表就是现在 从现在开始你们的梦想即将一步一步一步的实现 你们就会朝着你们的梦想一步一步的前进 这是我看到的就是现在开始 你们的这个梦想其实是呃你们心里面深刻深刻的知道就是这是你们要的 这就是你们要的生活 这就是你们要的人数 你们心里面是知道的 所以呢你们真的一直在做梦 梦想就是你们 你们一直在不断的做梦而这个变成你们的现实 你们你们的这个梦境不是不切实际的 而是你们知道你们自己的能力 或者就是知道就是你们这个东西是能实现的 这是我看到 你们知道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深刻知道就是你们要朝向这个梦想的原因 是因为这是你们的灵魂目的 这是你们的灵魂目的 你们正朝向你们的灵魂目的 你们之前在还没有开始发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 你们在执着于某一些东西啦 某一些不是你们灵魂目的的东西 这是我看到你们走错路 可是突然之间有人 当你们想要追求你们的梦想的时候 你们觉得就是 诶 这好像是我的天分 或者诶 这就是我想要的一些人事物 你们觉得被人家认可 被人家感激 我是看到就是好像得到一些赞赏和奖 还有就是得到一些别人的一些掌声 这是我看到的 所以我是看到你们真正走向你们的灵魂目的 是因为你们身边的 你们得到你们身边的人的一些认可 这是我看到和欣赏 你们的奇迹也来自于就是呢 你们近期你们的金钱状况会有一些改善 这是我看到的 你们会得到一笔钱 然后当你们实现你们的梦想的时候 你们会觉得啊终于可以休息了 因为你们很累 你们很努力 这是我看到的 所以你们的梦想实现了 你们需要一点时间去旅行啊 或者就是一点时间去逛街啊 还是休息或者睡觉啦基本上 所以我是看到你们其实蛮不错的哦 你们其实为了你们的这个想 这个梦境啊这个梦想啊 其实你们有曾经想象过最糟糕的结果 你们曾经为了你们这个梦想呢 失眠 连续好几天失眠 不是代表就是一天啊 连续好几天几个月都在失眠 为了就是要实现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你们的恐惧还是还是你们的担忧 所以你们的梦想之前迟迟进不来 可是我是看到有一个奇迹即将会出现 这个奇迹和梦想可能是跟你们 你们的感情有关 可能你们近期会谈恋爱 或者就是你们的梦想是要你们的另外一半跟你们求婚 你们会得到你们所要的婚礼 这张牌卡也可以代表就是你们的梦想 就是你们想要或许啦 这个是或许啊 或许就是谈恋爱 或许就是结婚 或许就是你们会开始平衡你们的情绪感受 或或许你们在事业上面会得到一些突破 然后有人邀约你到某一个场所 这是我看到的 然后是看到别人会把你当成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 这是我看到的 所以看起来是蛮不错的 我是看到是时候往前走了 我是看到你的灵魂想要寻找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 你们的奇迹就来自于就是因为你们开始走 你们的灵魂目的在灵修上面 在情绪上面你们会成长 这是我看到的哦 对了你们错到发梦人 The dream mode就是发梦人 你们在追求你们的梦想 这个梦想是你们失眠了好久的一个 为了为了此事失眠很久的一个梦想 你的梦想即将成真了 这张牌卡是代表就是要继续坚持下去 要保持你的信念 追求你们的梦想会有意想不到的机会 你们的梦想即将成真了 这张牌卡是打开你的心和你的思想 你的思考给你身边周围的人 我是看到会有一个你值得信赖的人 发自内心想要给你一些建议的一个人 即将会给你一些提议和一些建议 会扶持你 当然这张牌卡是代表 当你的梦想实现的时候 不要忘记宇宙想要告诉你 不要忘记去做慈善或者帮助你身边的人 因为我是看到 当你对别人有慈悲心慈悲为怀 照顾你们身边的人的时候 别人也会尊重你 这是我看到你也会得到更多的 所以宇宙帮你制造这个奇迹 他希望就是透过这个奇迹 你可以去帮助身边的人 是你 好吗 好我是看到基本上这张六号的朋友们 你们的奇迹就是你们的梦想会成真 有任何想的一个梦想 你们等待很久的一个梦想 OK 好我祝你们身体健康咯 如果你们想要有一个更详细的 诗人占卜可以到我的网店浏览 想要看额外的占卜影片 可以叫我的小月亮会员咯 那就这样 拜拜 拜拜 我们看一下五号 哦你们近期会有什么样的奇迹即将到来 你们近期会有一些瓶颈 你们生活当中不会有这么多 不会有这么多就是 戏剧化的事情发生 你们终于可以瓶颈的过生活了 这是我看到的 当然这个蛋就代表就是有一个东西即将诞生了 终于就是可以平平静静过日子了 因为之前你有看到这个 这个是黑暗的一个人生 你们即将会走向一个比较光彩有色彩的一个人生 你们即将会跨过去 所以如果你们近期有什么负面情绪负面能量 觉得你们生活当中就有黑与白或者灰色 灰色比黑色还好啦 好一点点 你们终于你们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色彩 这是我看到的 因为你们即将会诞生 这是我看到的 你们会 我是看到你们即将会经历一些转变和变化 你们会好像有一点的像是 好像好像好像你们在迎来一个全新的生活 这是我看到的 这张牌子代表就是诞生 重组 重新出发 我不知道这张牌卡是代表就是你们会跟某一个人交换礼物 或者交换 交换技术技能 其实你们没有发现到 其实你们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的技术技能 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优点 可是我是看到 你们会用你们的优点跟另外一个人交换交流 然后另外一个人有一个人他也会就是交换就是他的天分 就是我看到你用你的天分 就好像比如讲说你很会 你们是会计师你们很会算账 你们很会算就是钱 我是看到你们会教一个人就是关于就是会计的东西 然后有另外一个人他们可能是玩艺术的 他们可能就是很喜欢画画 然后他们会跟你交流就是相关就是艺术的一些画画的一些技术技能 我讲这个是比如啦 所以你们要看一下就是你们有什么样的天分和什么样的才华 可能你们有些人的科学非常强 然后你们去跟一个 可能你们的化学非常强 然后你去跟一个做生意的人在谈论某一个东西 你们我是看到有一个交流 或者这张拍卡也可以代表实际上的交换礼物 而这个礼物你送给一个人礼物 而那个人给你一个礼物 而你很开心就是得到你所要的 这是我看到 你们的人生当中 我是看到近期你们的奇迹就是 就是你们的人生会越来越好咯 这是我看到的 你们会比较优雅的处理事情 比较和谐的处理事情 这是我看到的 你们不会像以前那么忙碌 忙到好像 忙到好像 没有时间去休息啊 好像有一种奴隶的生活 我不知道 你们好像很很累很拼命 拼了命然后又得不到别人的认可 很讨厌 你们之前你们会有一种 我这么努力啊 累到像是 累到像马这样子 一直不断的奔跑 可是近期我是看到就是 哎你们停下你脚步啊终于平静了 终于不用这么忙了 我是看到了 然后我是看到有一种交流 还有互相交换礼物的一个状况 这个礼物很有可能是别人给你一个 合作合同合约 或者这张牌卡也可以代表一个法律的一个东西 可能近期会得到遗产还是财产还是 我不知道啦 可是这张牌卡是代表合同 你们近期可能会签一个合同 或者跟人家合作 你们有些人你们的 你们的奇迹 我是看到有一个人会喜欢你 这张牌卡也可以代表爱情 也可以代表一个欣赏你的人 我不知道 这个要看 因为这是大众占卜 所以很有可能是一个欣赏你才华的一个人 他觉得好吧 我们签约吧 我们公司聘请你 这是我看到 我是看到就是那你们会得到一些胜利咯 这是我看到 你们会成功的 我是看到你们会得到一些丰富的东西 所以看起来是蛮不错的 是的感情上面是有 我是看到有感情 有就是得到一些人的认可 或者有一个人非常非常非常的欣赏你 我也是看到你们会出名 或者就是得到很多人的掌声 不一定代表你们一定要非常非常出名 可能只是只是在你们的这个社群当中出名 可是我是看到就是别人终于看到你了 看到你的成功 看到你的努力咯 你们会变成一个领导者 或者就是很有自信的一个人 因为别人看到就是你的力量 看到就是你的才华 看到就是你的努力 看到你好像一只狮子这样子 你们不会退缩 你们会越 你们会向前进 然后我是看到别人也会看到你自信的里面 会觉得哇哦这个人真是厉害 那当然这张牌卡也可以代表跟钱有关 因为土嘛 好这张牌卡 钱币 你们的奇迹就来自于就是呢 你们会得到一笔钱 你们会有足够的钱 你们会有足够的时间 你们会有足够的时间 花在你们重要的人 你们会陪伴他们 你们 你们开始就是有时间去陪伴你们周围的人了 你们之前就是忙到就是 哎呀他怎么得不到一些成绩成果 你们没有办法休息 你们之前是没有办法休息的 我是看到就是在近期你们终于有时间陪伴你们家人或者好朋友 然后是看到你们会处理一些问题 一些挑战 你们会更 以更善良更了解别人的方式去处理你们任何的人事物 别人觉得你很暖心 因为我是看到你们即将决心 你们开始就是用你们的意识去决定你们自己的生活 你们终于学会怎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事情 所以你们觉得你们停滞不前的事情 你们会得到一些改善 你们开始去做你们真正的自己 因为你们是皇后 或者你们是国王 你们开始就是可以学会怎么诞生你们所要的梦想 或者可以诞生就是你们所要的东西 这是我看到的 因为这张牌卡是代表就是诞生梦想 诞生一个新的点子 一个新的项目 你们也非常会 因为你们抽到两个皇后牌嘛 就代表你们很会照顾你们身边的人 我也是看到会有很丰富的东西即将进来 好这张牌卡是代表合作 可是也是代表丰富的东西 看起来好像 你们望着这无愿 这个非常辽阔的一个 你聊着那非常广阔的一个海边 然后你想说这就是我要的 这就是我想追求的 意思就是丰富的东西即将到来 因为这两个人在望着就是 诶 我想要的东西 你们的状况看起来是蛮不错的 只是需要有一点时间 我是看到会慢慢慢慢的实现 然后你们知道你们下一步要怎么做了 你们会开始为你自己的 你们的你们会为你们自己做出一些长远的打算和计划 你们学会怎么捍卫你们自己的理念 而不是让人家踩在你们的身上 可能以前你们比较属于就是别人会开始使唤你们 你们就是有点做牛做嘛的一个状况 可是现在目前为止 你们懂的就是我的底线是什么 我的理念是什么 我要捍卫我自己的理念和决定 我讲no就是no 你们开始有一个底线 就是如果你们跨过去的话 不好意思 sorry 你们会开始走开 你们会捍卫你们自己的这个底线 然后你们会选择就是 什么东西是对我有理的 而不是只是一味的付出 或者一直在那边做牛做马老板 一直使唤你们这样子 把你们踩在地上 或者你们的家人一直在使唤你们 朋友在使唤你们 我不知道 你们之前好像过得蛮累的 可是你们这个状况即将会改变 因为你们即将会变成一个领导的角色 或者就是更自信的角色 所以别人就不会帮你当成一个人去拆迁你们 这是我看到的 好这是你们的奇迹咯 好希望就是这个信息对你们有一些帮助 我祝你们就是身体健康 如果你们想要有一个更详细的信任占谱的话 你们可以到我的网店去浏览 或者就是想要有一个更详细的信任占谱 如果有马卡额外的占谱影片 可以加入我的小月亮会员 我的小月亮会员 基本上如果你们有什么占谱提议 我都会就是帮你们做你们的占谱提议 我的小月亮会员 基本上我全部的占谱 只是前三个占谱吧 是我自己提议的主题 可是从好像两三个占谱之后 好像全部的占谱题目都是我的会员提议的 如果你们加入我的会员的话 基本上你们可以提议你们想要的题目 然后我会在会员的那个频道上面 上传你们想要的占谱咯 就这样子咯 好 那希望你们开开心心 OK 拜拜